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今天要報告的題目是 海岸防風嶺的恐懼更新研究 在上個學期我跟大家提到 台灣因為地處進攻地帶 夏天有海洞的肆虐 天海洋曾經的東北進攻 所以防風嶺存在 對於沿岸地區的環境保安非常重要 那麼一直以來以木馬桓為主的防風嶺 在海岸逆境各種 各種海岸逆境的慶行之下 長航在二十年之後就會開始提早衰退 再加上它的天然下流更新非常不易 所以漸漸地在雲震內產生不利木 或者是因為風災而形成的風倒 好 軸幹現象 那麼這些行長之後就會慢慢地行長 大大小小不同的孔隙 那這些孔隙在隨著時間的增長 都會出現一些光線而降低環境保安的機能 所以我要來防禦海安寧 我們的方法是生態造林裡面 跟二階段的造林技術 也就是說利用相互樹種的生長快速 及耐性強忍特性 以人工的方式 以人工栽植的方式 來縮短海岸的一個掩天過程 並利用二階段的造林技術 在木馬桓名分開始出現孔隙之時 在其中混植樹形幽涼 或者是已經炫化了海岸樹種 那樹種的分布呢 深受防禁的影響 而孔隙的產生 就改變了圓圓防禁中 各種生物因子 氣候因子 或是不一樣的因子等等的穩定性 而隨著孔隙的大小 不同的因子 在防禁中所佔有的重要性也不同 那在樹種選植的這個選擇方面上呢 擁有較大的心態幅度 變成為一個選擇重要條件 那呢 我們這次的實驗呢 就是為了要研究各種不同大小的孔隙 對於各種造林樹種的影響 但是 URO Lab Tech和 桃園工作站的進度 所以我們已經進了 我們在有限時間內進的 最大可能就是目前 可能只做到大可視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介紹我的材料方法 首先呢是試驗地的地方 它位於桃園縣 新木香柯間村柯可港 東京120度59分50秒 肥穩24度56分48秒 一帶的海岸防空檸 那它試驗地的對面有一家 露天咖啡廳它叫做夢莉咖啡 在台六十一線 60K左右 那至於樣區設置處理的 這個步驟呢 第一個先我們設置了三個孔隙 那每個孔隙的面積大約是 1600平方公尺 然後做了ABC的編號 再來在每個孔隙中央 我們再各設置一個樣區 那每個樣區再分為兩個小區 每個小區的面積是 10乘以20平方公尺 那我們的調查項目呢 有第一個是孔隙周圍的項目調查 再來是每個小區裡面 栽質小苗的地徑跟樹膏 這個是我們試驗地的空照圖 新式的地方就是墨內咖啡 那它的對面 藍色圈圈的地方是A孔隙 橘色的是B孔隙 紫色的是C孔隙 那這個是孔隙裡面 整地之後的狀況 這張也是孔隙的照片 那這個是我們大孔隙裡面 栽質小苗的情形 這是我們做調查的 當時的情形 那這張就是我有抓到鏡頭 接下來來看 結果的數據 在各個孔隙的調查 用直徑階分布 來做成直徑階分布圖 我們可以看到A區的直徑結構 大致上出成一個 導J型的分布形態 是一個有天然下層更新的情況 那在B區的地方 它會長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的數據不太足夠 所以沒有辦法判別 C區的話 也是大致有略微 呈現到J型的狀況 所以說在孔隙的周圍 大部分大致上是呈現 有天然下層的情形 那在用區內災植樹種的比例呢 我們可以看到A區 最主要的是黃井 百分之三十 接下來是木麻黃百分之二十三 懶人也有百分之二十 在B區的話 最多的是黃井百分之三十二 再來是草海童百分之二十五 那木麻黃跟海黃果也都有十八發的比例 在C區的話最多的是木麻黃百分之三十一 接下來是黃井百分之三十 我們可以看到在各個樣區裡面 黃井加上木麻黃的比例 通常都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這個是A區的小苗生長的情形 我們就可以用地徑跟樹膏來觀看 這是A區的情況 在平均樹膏來講 最高的是木麻黃 接下來是黃井 那以平均地徑來講說 最大的是黃井 再來是海莓果 以及木麻黃 那在B區的地方 平均樹膏來說 第一名是木麻黃 第二名是黃井 那其他樹種是呈現差不多 那平均地徑來說 最大的是黃井 接下來是木麻黃 在西區的地方 平均樹膏 第一名是木麻黃 第二名是黃井 其他的也差不多 在平均地徑來說 最大的是黃井 第二名木麻黃也不相上下 結果討論就是 可以看到 可以從這些結果看到一些些的明顯是 木麻黃跟黃井 長的生長情形特別的優良 而 美孔系結構的部分 雖然B孔系 因為數據不足沒有辦法判斷 但大致上是呈現 有天然下腫更新的狀態發生 那生長情形 不僅是在樹種現存比例上 還是高生長或是晉級生長的部分 木麻黃跟黃井 都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而且生長都非常的良好 所以結論是 木麻黃跟黃井表現特別的優異 那 在 特別的 他們這些表現情也充分的表現出 他們的陽性樹種 或是先驅樹種的特性 接著在其他樹種的部分 例如草海童 他的表現情形相較之下比較中庸 他剩下那些樹種 比較之下就生長情形又更弱勢 但這些都只是在大孔系下 大孔系下的研究 所以說其他的樹種 在不同的孔系中 會不會有不同的生長優勢情形呢 這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探討 那我今天的報告 就到這邊謝謝大家 順便祝大家用採訪的請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大孔系的研究 非常簡潔有力 那 有沒有同學對於提問 我想問一下 就是 孔系 或是大孔系 小孔系 就是民國外的定義 就是我看你剛剛 就是一間六百 對 為什麼 他就是定義大孔系 大孔系 大孔系 大孔系的定義 在 在國外的 那個 期刊有定義說 小孔系 大概是七十六平方公尺 那 其他 大 大孔系的話 這我還 不是很確定 不過主要大孔系部分 他的光量是比較 最充足 也是全光向 好 他有沒有其他 大大 你那個 直徑間分布 他是 哪裡的直徑 直徑間分布是 孔系周圍 我們對孔系周圍的 數目做美目調查 那他的 低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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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個數種 還是說所有的數種 低變區 在 孔系周圍 那個 我們 是 防空嶺 主要是 這裡呢 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 有沒有就是 針對那個 就是 你說形成孔系嘛 那我針對那個 孔系形成的 先後順序去做 調查上的 那個調查 因為 如果你不同 就是 你有分三個 就是三個孔系蛋 對不對 那 他先後順序 形成的不同 會不會對他更新情況 造成影響 孔系先後 行程的順序 這個地方 因為 這個資料 我沒有拿到 在 應該跟 防疫工作站那邊 有些資料 又還拿得太好 所以 這個部分 本來就不太清楚 好 那 我有一個問題 剛請 那 你在質問 因為說 這是 這次做的時間 比較充足 那 你後續有沒有想說 你才有什麼事情 你還沒有把它完成 想要去 後續的調查 怎麼做 後續的動作 還沒有完成很多 就例如 像中孔系 還有收縫線 裡面在一起 因為 有一些 但有一些孔系 像 照片裡面 前面兩張 是 是 不是大孔系的 大概是 中孔系的 尺度 那 那些 照片其實是 大概四月多時候去找的 然後到五月多 那 工作站那邊 才剛開始薪植而已 所以 在 不同尺度的大小 還有 栽子的情形 這些都還要在 更多的去研究 去做 想要再追加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有針對那個 就是 是孔系的那個 更新嘛 那有針對說 不同的母素的那個 就是 天然下種的方式 然後還有 天然下種的範圍 去 針對周邊 進行那個 就是 母素的 調查嗎 就是因為 不同母素 他下種的方式不一樣 然後還有下種範圍的能力也不一樣 那有去針對 就是 周邊的母素進行調查嗎 他有可能就是 範圍外 或者是他下種範圍內 前面這個 孔系的分布 孔系的調查 就像 前面那 三張圖 是做 是對 孔系周圍 邊圍一圈 做調查的 調查的 範圍是這樣 好 那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就謝謝 這個 很新的一個報告 掌聲歡迎 謝謝 那下雨會呢 要 要 下雨會呢